去写下某一个华人论坛呢 看到一个女博士 在征求捐金的男子的这么一个帖子 去给大家念一念她的帖子 怎么说的 她说本人情况介绍 性别女学历博士 本硕德国读的 博士在英语国家读的 年龄40佳 血型A佳 身高164 体重52 性取向 类似 个人外部条件 可能应该是指的身体条件 非常优良 身体非常健康 欢否否 然后她又寻找这种持中国护照的 25到38岁 1米75以上 65到90公斤 听起来就非常简单 本科以上的 这还有什么要求 基本上是个男的 只要是在德国 这个定居的 或者说在欧洲定居的 国男 基本上都能达到现在的 这个捐金的要求 发现 这女人呢 对自己呢 就特别卷 这个 对男性呢 就特别不卷 只要在早午市场都是这样的 包括捐金都这样 然后呢就有些网友提出一些一点质疑啊 他就回答的就看得出啊 这个楼主呢 他是有这种非常强的这种防御性攻击性 他是防御性的攻击啊 就是先 先出手 先下手 围墙 把别人嘴土上逼了八个 说一大堆 这缺解呢 还没跟他说什么呢 就就就 还 开始还是比较支持他的 但发现他对精神状态不太好 这个 他还认为什么缺解呢 是什么 他连缺解的话都没读明白啊 他就开始说 哎呀 我看得出你对男性有深深的恨意 浓浓的恨意 那缺解就说啊 我说你的这种进攻防御性啊 我说你是不是把自己绷得太紧了 建议你呢 度假放松自己 这个情绪这么紧张呢 你对这个你未来孩子的这个成长环境呢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是吧 结果呢 他跟缺解这么回复 他说呢 我暂时把你理解成没话 找话说 哎呦 这真的是 那缺解就发现 他的优越感特别强 啊 就是别人怎么回复他 他就给别人就是来一番 对别人的这个动机啊 对别人的这种各种状态啊 来一番这个揣摩 和这种贬低啊 就高高在上 他要去扎着别人 这缺解对这种人就比较讨厌 说句实话啊 就这种人呢 基本上 他跟任何人都很难以相处的 他不仅是这个 跟男性是不用说的啊 他既然是脸丝 缺解就认为他跟同性的 不管是朋友也好 还是长期的生活伴侣也好 还是结婚的对象也好 他也很难相处 没有一个人能和他在一起 感觉到轻松和快乐 你说他又如果说 生一个孩子 你能让孩子开心吗 缺解认为他这种人 大概率让孩子也不会开心的 那缺解给他这建议叫什么呢 通天看下来啊 觉得你呢 学会独处 一辈子的独处 你也能宜然自得 你才会更幸福 比你生个孩子要幸福太多呗 生孩子 你知道要给 要孩子要给你制造多少工作呢 多少任务啊 多少负担 多少压力啊 没事就去那个什么育儿的啊 就是那个孩子的教育的 那个栏目去看一看 多少家长多焦虑啊 孩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学校里经常那种霸凌的 就是那带头霸凌的那种孩子 要不孩子就去当这种小流氓的 这种就走狗打手 要不呢 你就被人欺负 要不呢 你就去舔人家 要不你就去被人欺负 你就被人欺负 就只有这两种路 这样孩子 你把孩子生在这样的环境里 你对孩子是 这种人格的这种塑造 是非常的有害的 孩子呢 要么就做一个贱人 要么呢 他就做一个被人欺负的 这种软淡 不管哪一种孩子 对孩子都不好 然后呢 这个女博士啊 她可能 她想当这个孩子的造物主 她就想对孩子为所欲为 来满足她自己的掌控力 而且她没有把自己过好 她非常焦虑 精神的 神经特别紧绷 是吧 然后她这个工作也很忙很累 然后呢 回到家呢 她也难以入眠 还要喝酒来助眠 那这种人 你连自己都没搞明白 没把自己的人生掌控的好 你为什么要生一个孩子 让孩子痛苦呢 是吧 她就想生个孩子 来满足她自己的掌控力 结果呢 往往就什么样的局面会造成的 那就孩子痛苦 她自己她也费事儿 她又麻烦 她又费心又费力 是吧 然后最后还没收医 孩子很可能 就是你让孩子痛苦一辈子 孩子怎么可能说给你回报呢 就是注定是两败俱伤的这个结局 何必呢 是吧 因为什么呢 孩子不能选择出生和不出生 更不能选择 投胎给什么样的父母 但是呢 从父母角度说呢 父母也不能选择 具体能生出个什么样的孩子 什么样的资质的 符合自己期待 还是不符合自己期待的孩子 哪怕是你挑选了精子 但是你各种 这个 这个基因的筛选 这种偶然性的 随机无序性啊 这不是人为能控制的 只能说控制一个 大差不差的下限 但是 如果说 两个都让 就是 你的缺陷和他的缺陷 正好也撞上了 那你这孩子有可能 就是你们两个 都是985的硕士博士 都是这种什么名校毕业的 什么长屯城的博士 但是有可能 你们生出一个傻孩子 又傻又愁 然后你们都是 长得都行过得去 是吧 但是这孩子又愁又矮 就有可能 还可能残疾 一生就是什么 唐社综合症 一生出来就是什么 小儿麻痹症 一生出来就是这种 什么自闭症 注意力不集中的 这种自闭 那这孩子 连养自己都不可能 怎么可能说 给你提供什么情绪价值 只会给你带来麻烦 对吧 父母呢 是不能选出 生出什么样的孩子 所以说呢 你唯一能选择的 那你就是觉得你不生 你不要抱这个险 是吧 在生和不生的选择 选上 这个父母呢 是拥有神一般的 绝对权力的 并且还拥有 能够孩子提供 制造什么样 生存环境的 独裁 专政 甚至是暴政 所以呢 那些还没搞定 自己人生的人呢 最好是修炼 独处这门功课 就放弃 我要当一个什么 繁殖造物主的 这种职念 如果是你父母 给你带来的生存困境 或者心理困境 精神困境 你一直解不开 你一直解开 解不了这个 精神上的问题上 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只能是你 你替你父母擦屁股 而不能说你生个孩子 让你的孩子 替你和你父母来擦屁股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 包括缺解啊 就回想 就复盘一下 叫自己 还有死爹呀 还有死妈呀 就他们 就是各自的原生家庭 复盘一下 他们都是把自己 原生家庭的问题 带到这个 带给自己的孩子 他们也对孩子 不负责任 但让孩子替他们擦屁股 而且他们是变本加厉的 恶劣 恶毒 凭什么呢 我凭什么出来 给你们擦屁股呢 你们不仅没有给我制造 非常良好的生存环境 而且你们给我带来了 多大的问题 给我制造了多少的伤害 我为什么要 要生在这样的家庭呢 所以说那缺解 就对这个人 就是人拥有生不生的权利 这件事是非常的 充满了疑问的 缺解发言 这个人类啊 99.999%的人类 都不应该繁殖 而且对这地球 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对地球只是负担 只是地球的毒瘤 人类就是地球 毒瘤一般的存在 大多数人类都应该灭 绝不应该生 你为什么要生呢 而且你生了 大人自己也不快乐 你做那些孩子 你就快乐吗 缺解没发现 缺解死结也有多快乐 他只是发泄了 在缺解身份 发泄了他自己的各种 生活的不如意 人生的不如意 还可以原生家庭的各种问题 带给他的伤害 但是他自己仍然不快乐 如果说你不能说 让你自己快乐 你不能把你自己 从你自己的人生难题里解开 你不能让你自己快乐 缺解建议就不要生孩子 连缺解自己都不生 缺解哪怕解得开也不生 因为确实不想多一个累赘 不想多个负担 那我不会说我生完了之后 我管杀不管埋是吧 做到有始有终 确实就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 对自己负责也对孩子一生负责 我既然有舍不得对孩子付出 无私的奉献和付出 我也不尊重说我那点什么基因的啊 那种传 传递下去的这种啊 生物本能 我也不尊重 我也不认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人生成就是吧 所以说选择不生是最好的 就是缺解对这种单身生育的啊 这种女性单身生育 有什么捐精的 一直抱有了这一种 审慎的怀疑态度 或者说呢 80%以上的是否定的 你连这两个人合力 你都养不好孩子 你一个人啊 就是轻飘飘的 拿你人生的某一个片段啊 或者说你还没有经历人生难题的 时候啊 就那一刻 你展示在网络媒体上看啊 你说看我自己的孩子带得多好 能保证你这一辈子对着孩子 让孩子和你都过得好吗 真未必 你过不好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往上展示了 只会把你 过得好的你人生的 几万个日夜里的其中一天 你挑出来啊 展示给众人看啊 众人可能就 但有了一种假定的假定的 这个印象就什么呢 哎呦 你看这个 单亲妈妈能把这孩子带得多好 人过得多好 半会议很小 缺解仍然不认为她自己 把自己人生搞得有多好 她肯定是 她跟谁都处不来 她非常 她又解决不了 她的独处这个问题 才才要生孩子 接二连心的生孩子 如果你真的为孩子好 你最多只生一个 你绝对不会要生第二个 因为 你只有说你对孩子是一对一的爱 你不能站着你说你是孩子唯一的父母 你就 你就开始一对多 是吧 你给孩子几分之一 这块饼 切了一角 你给这孩子 然后你让孩子 因为你是孩子唯一的父母 你这位孩子 就把全部的饼回报给你 这他妈公平 这他妈合理 真可笑 人真自私 人真贪婪 人性啊 你不要相信什么现在的 这种什么单亲妈妈啊 就是炒作的这种 很可能是国内的这种 人工繁殖的这种公司啊 他在炒作这个概念 但是你扒开来一看 仍然看到人性的自私和贪婪 反正邱姐是对这件事 是持有这个怀疑和审慎 和这种否定态度的 人都别 99%的人类都不要收 不收 你是最负责的 你是最自重的